本队非常重视也成立的专业求助会持续清潮 在后续如果再获得任何的新市政 我们一定采取积极的态度 不回避绝不宽戴来以法征戴 针对今天媒体所报道的不幸士兵 在4月份以玩具枪越冻这样案件 本日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关的调查约询 该员也坦诚在4月份有这样的一个过犯 那针对这同一过犯临近的行为 我们会并爱以法来征戴 并且在行政省处的方面 我们会完成程序之后和予回过的准备 另外本队在今天会召开全队的扩大检讨会 并且已经协调了高雄市动保处 指派专员来等对实施尊重生命的讲座 同时也会请我们的法务官法务人员 针对相关的法令刑责规定 对我们的官兵做一个彻底的宣教 让我们的官兵能够建立正确的观念 最后我们也通议了这个所有的基地 在未来如果说确实有豢养犬只协助基地 营区安全的必要 我们一定会将这个相关的犬只照册 开照 然后由单位以及上级指挥部 以及这个地方政府的动保处 我们会用农猎馆备查 然后定期的去集合这些动物的 这些犬只 他们的健康 以及这个生活的一些状况 同时我们的营区 周边的流浪犬 我们就要基于尊重生命 这样的一个态度 同理心 我们要给予必要的照料 遇到如果有这个伤病的流浪犬 猫 我们一定会马上通知 动保协会来前往协处 以落实我们官兵尊重生命的决心 以上 谢谢大家